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我想大家都經歷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晚上 沒有波體之餘,還會發生了一些比較特別的事 我稍後也會講講這件事究竟會有什麼影響和後續 講這件事之前,講一些開心事充起一點 就是卡雲尼拿了上個月的最佳球員在萬聯 希望這件事令他更加有機會留下萬聯多一年 我個人估計原本如果這件事真的成的話 就是今晚或者明晚就會公佈 但現在的情況可能會退遲一點也未定 儘管看看如何,我覺得現在卡雲尼續有機會多過一半 有六成左右 究竟是否他決定留下呢? 還是要等多幾天的時間 好,講回昨天的事 最後,萬聯、利物浦和英超都出了聲明 首先看看萬聯的聲明 跟警察和英超的市政和兩間球會 就是利物浦和萬聯 都認為這場球應該要延期的 亦都因為安全和保安的理由 我們會和英超再看幾時的 延期到幾時的 亦都說我們的球迷非常易血 關於萬聯 我們都知道他們有權利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在一個和平的示威裏面 而昨天的事始終影響了球隊 以及有時都影響了其他球迷 甚至乎是職員或者警察的安全 他們就說多謝萬斯斯特的警察 幫他們做的維持工作 以及他們會協助任何要查 另外英超的聲明 也是極度相似的 亦都說 有警察和當地的市政人員 都在參與裏面加上兩個球會 亦都說保安和安全是最重要的 亦都說在現在這個環境之下 是比較危險的 亦都說球迷有他們的渠道 可以表達他們的意見 但是一部分的球迷 他就說覺得過份了過火了 亦都明白警察和球場的保安 要維持這件事 首先說了 如何調整賽期 即賽期那裏怎樣調整 賽期那裏跟大家說說 我們7號 不如給大家看看日曆 我們7號會到羅馬 9號會對維拉 13號會對李成 20號會對富賀 23號會對狼隊 歐巴貝 如無以外進入決賽 是5月26號 所以看回5月的日子 其實每一周都已經兩賽 唯獨是5月16、17 這個周末 我們就沒有球 為什麼呢 因為16、17這個周末 就是中總盃決賽 我們沒有份 只有車路士和李斯特成 有份 利物普都沒有份 所以 我們如果擇日重賽 其實唯獨是16、17 這個周末 看看怎樣踢 但是變成了 16、17這個周末 我們就會 有場歐巴杯跟尾 亦都會有場 狼隊的英超跟尾 所以我們今季的賽程 就會是一周兩賽 到到季尾 OK 好 那又說回這個 有沒有機會被人罰呢 這樣 被人罰這件事 就比較有趣 我就找到 有篇報道 他就這樣說 他說如果大家記憶比較好一點的話 於2016年英超最後一場聯賽 曼聯對著巴尼茅夫 曾經是需要改期的 那場球改期 就是因為 有一個疑似炸彈的物體 要被引爆 可能 感覺上跟昨晚的事情一樣 那麼嚴重 所以因爲這樣改期 而英超當時來說 就說兩隊球隊都跟他們很合作 所以就沒有罰到 即是主場作客都沒有罰到 OK 另外 亦都看回2020-2021年的 英超的手冊 即是Premiere Handbook 即是條例的手冊 亦都說 有五個情況之下 是延期 英超是可以延期的 這五個原因 包括要踢另外一個比賽 譬如有時因為歐聯 而要改期 第二就是 球證的同意 和指示 即是球證決定 長球要改期 另外就是 警察 覺得長球需要改期 跟著還有 當地政府 又是覺得要改期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 那個 董事會 即是寫信 去做一個要求 所以這個當然 根據我們剛才看到 無論是萬聯 或者是英超 甚至乎 據我所知 我沒有看過 不過 理財寶的聲明 都說了 警察和當地的政府 都有份參與 就說 覺得需要改期 基於以上的原因 所以 如果要罰萬聯的情況 或者機會 相對來說 就沒有那麼大的 就不是那麼大的 正如我昨晚所說 我就說 長球如果是不踢的話 即是不踢的話 就很大機會 當萬聯輸 0比3的 但是現在已經 決定了一場球 是踢的話 不過就改期 所以這個情況 已經是不會發生的了 也剛才說 基於安全理由 而各個 其他警察 或者政府 和兩間球會 加上 我想球證也有 他沒有說 但我想球證也決定不踢了 應該 不過這個未必關係 所以 萬聯再被罰的機會 我相信來說 是小的 整件事暫時就來到這裡 那麼 改期的日子 跟大家 會不會發生 也都跟大家分析過了 最後 很多朋友問 我的看法是怎樣 我只能這樣說 我們的節目 2017年已經開始了 這個 《潘尼茅夫》 那個事件 2016年我們還沒有做節目 如果是 我想跟大巴 一起 經歷過兩年以上的朋友 大約會明白 大巴在想什麼 因為 我們都經歷過類似的事情 我現在這一刻 我真的不想說這麼多 我只能夠用兩個字 去形容我自己的心情 就是矛盾 昨晚的直播 我都一直 都是用這個兩個字 去形容我自己的心情 為什麼呢 明白的就會明白的 但是最後我也想說多一件事 希望各位朋友 都是萬聯球迷 我相信大家的留言 都是 從自己的角度 或者從自己的想法 去評論 大家的出心 都是為萬聯好的 但是呢 雖然大家的出心 都是為萬聯好 就不代表大家的意見 是一模一樣 這個肯定是會有分歧 希望大家 表達自己的意見之餘 都要尊重 其他朋友的意見 我只是想說這件事 因為 萬聯早晨這個節目 是大家都有分的 希望大家都互相尊重 但是同時間 亦都說一下自己對 球會 或者這件事 或者對我們的成績 的看法 互相尊重 我想是萬聯早晨 最重要的一件事 希望大家都記住 我講的是這麼多 今天如無意外都不會有影片 關於Laiola那段訪問 關於她怎樣成為Agent 同房碼 或者怎樣的關係 我想我會過兩天 還有呢 如無意外都是 可能出了一集至兩集 關於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說 很想知道Laiola 究竟她是怎樣的想法 其實我也同意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這樣 所以我就看完那篇報道 過兩天 即明天或後天 有機會就會做影片 和大家分享 應該都會放在新聞台 應該會放在新聞台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留意 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聽收睇 也多謝昨晚 和我 和大家一起經歷了一個 不尋常的晚上 或者很特別的晚上 至少